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唯一最不相同就是球的位置 Chipping就是靠近右脚或者中间 现在Pitching就靠近中间或左边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将球可以打高些 靠近左脚就可以打高一点 我们摇杆的方法其实是Chipping的延续 Chipping我们打近 摇杆动作自然十分小 那么我们现在打30至50码 很自然 我们现在摇杆动作就大一点 从这个动作延续往上多一些 好自然就会打远些 我们上多少 摇杆幅度多少 就看到我们需要打多远 例如30码 当然我不会摇得很高 不会摇得比50码高一点点 30码我摇到这里打 50码我就高少少 但又没有到Full Swing 因为我们不是要打得很远 现在只需打30至50码 所以摇杆的幅度多少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能够控制 好 相信大家现在知道了 现在要学的就是Pitching的两个重点 而这两个重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学那些也是我们将来学Full Swing的基本 这两点一定要做的正确 第一个重点就是要继续保持三角形 就像Parting Tripping一样 Parting Tripping容易保持是因为动作比较小 现在虽然是继续转身 但这个三角形始终要保持在我身前 虽然是转身 但是依然要保持三角形 换言之我继续摇杆 在摇多些的时候 我们要靠我们身体上身来转动 来继续提高双手 虽然转身幅度多了 但不要光靠提高手来转动身体 我们继续转上去 要靠身体转动 转向打球那一边都是一样 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靠整个身体转动 而转动的同时 三角形也要保持在我身体的前面 这样 而最通常犯的错误 就是双手很快地去打球 不是这样 双手可以说没有动力 要靠身体转动 转向目标那边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重点 我们先前介绍了第一个重点 就是尽量保持三角形在身前 第二个重点 就是要研究我们球肝的路线 这是非常重要 虽然我说我双手一定要保持三角形 转身幅度也要多一些 但谨记一样事情 这就是不要因为转身而令双手摇到后面 我们正确球肝要走的路线就是 是要转身 但转身同时双手要提起 我要偏斜地提起球肝 就不要往后去 我们要边转边向上的动作 那么下肝那一边一样 一样靠转身 手没有动力 保持三角形 像这边我也要双手向上提起 是要往上的 这样我们的球肝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行走路线 有一样东西可以帮上我们 我们要借助这个球带的帮助 先放在我们右边 我们起的位置就和球带底部平衡 就不要站得太厚 要和球带底部平衡 这样就是给您一个障碍 让您知道转身提杆时有没有错 一转身的时候碰到球带就不好了 这样我们叫two flat 起杆two flat 就是太厚跟太平 这样就会给您一个固类 就一定要在转身的同时 双手一定要提起 上下都尽量不要碰到球带为标准 上下都不要碰到球带为标准 上下都不要碰到球带为标准 如果喜欢的话 您可以将这个球带放到另一边 到那边 也一样不要碰到球带 这样球干的路线就会比较好些 比较好些